安慈停号车却被警方拦查 却因为车头这一张停车月票 警方也不得不站实在做得像 但一用电脑系统查验 发现这辆车根本没有月票的购买记录 到底有多像 看看真假月票 嫌犯贴的镭射标签还有一点翘起来 整张纸的颜色也明显深了一点 纸值也不同 因为整张都是他用绘图软体画出来的 有些人是像列印下来的字体有点不一样 字体 或者说是单纯人是把之前的某些年月日啊 给那个弄别的东西来贴住 然后造假 有今天的收费研究说 这类似的造假月票 一看就知道是假的 因为从字体或是日期都能看出端倪 或是手上的电脑也能轻松辨认 然后打一打的时候呢 通常有一个锁定 都会跑出这个 该车我也不止第一路段月票 停车月票也要省 男子这一下反倒吃上伪造文书的罪名 尽管绘图软体再厉害 却也得不偿失 这是韓志鑫 台中报道